不只人会得癌症,猫狗也会得癌症 而且致死率还逐年攀升 台湾大学因此成立东南亚第一个动物癌症医学研究中心和治疗中心 提供宠物的癌症诊断及相关治疗 只是相关的医疗都必须自费 除了死于传染病或者是像是心脏病等老化疾病 宠物也会像人一样死于癌症 而且罹患癌症的比率逐年增加 因此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动物的癌症医学中心 在台大动物医院来说大概接近到30%是因为肿瘤而死亡 所以它实际上发生率跟致死率都变高 以狗狗为例,其中发现癌症最多的是乳癌 接下来是皮肤癌,还有淋巴癌 现在在这个台大的动物癌症中心里面 可以提供像是电脑断层等检查 同时还可以进行化疗或者是动手术 没有办法进食或者体重报寿 或者是说它排尿出现困难,排便出现困难 或是腹腔里面出现有硬块 或者是皮肤上面出现硬块 或者是有流血不止 或者是不愈合的伤口 这些都可能是它的症状 宠物的癌症跟人一样必须先做采样 检查,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术或者是做化疗 但由于宠物不向主人有健保 所以这些治疗都必须要自备 谢谢大家